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快勤看房,我是Alan 今天我会在我家附近,就是在上兴庄附近 找到一个就是 租的义户街 我们快勤不动产的那个频道好像经常都是说 买房,但是我们其实也有做租赁的 这个就是一个租赁的义户街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打算过来 还没买房以前,先租一个 物件去租的 这一种就是租的义户街 租的公寓很多,但是租的义户街 非常非常的小的 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新竹的租赁用的义户街 门口是带有一个停车车位的 也是 比较荒唐的 但是呀就是 要 放红的啊,不能垂直的 这样子放的 可以看它的外观 我们走进去里面看一下吧 可以看到呢 玄关空间 小小小的 右手边呢有一个鞋柜 上面也是有鞋柜的 然后呢就是客厅的位置了 客厅呢就不大,就只有12帖左右 但是如果是租的话呢 相对来说那个要求 变得没那么 太高了 能住 舒服就行了 然后呢看一下厨房 这个都是新的 然后呢三个明火火炉 然后呢烤鱼箱 但是这边呢就没有 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标配的洗碗机就没有了 这边呢有一个 坑啊就是呢 可以走进去里面的 你可以放那个冰箱或者是放那个 平常就是用一个架放一些菜子都可以的 这边呢就是有两个插桌啊给你的就是放那个电饭锅或者是微波炉的 整体来说呢感觉 不大不少还好 那么呢我们就进去洗脸台看一下 金条的洗脸台 但是就没有很多镜子 就只有一个镜子 然后在右手边呢就是有那个 室内的十一地方之墙地 然后呢在里面就是使手间 他也是分离的 这可能位置没那么多了 这边呢再看一下 浴室呢那个浴缸呢不算是很大 但是好的就是 他新了 好了 我们走到二楼去看一下吧这个物件呢是有三个房间的 楼梯也蛮好走的 但是呢房间可能会比较暗一点点 因为他没有安装电灯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是 整个物件里面最大一个房间的这个有五贴的房间来的 就差不多呢 是有八个平米左右 对面有收纳的空间 来到第二个房间这个房间呢 这个房间呢就只有四点三贴 这大概是六点八个平米左右 是另外一个房间吗 这是被在暗的这个房间 我们走到最后一个房间去看一下 这个房间呢也是跟旁边那个一样 都是四点三贴 这大概是六点八平米左右 房间是比较小的 这边呢就是收纳空间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价值给你 但是如果比方说两三个人的话呢 租这个一户钱是肯定够 好了现在来公布这个物件多少钱一个月呢 这个租金呢是十四万八千一个月的 但是还要注意的话呢 就是他要交两个月的礼金 再加一个月的 暗金就是这个物件的暗金就是 等于多交三个月的月租 给仲介公司了 好了 这个还有其他的费用呢 就是 比方说就是钥匙的 交换呢 然后还有那个 清洁费啊 还有呢 要必须加军区的那个保证公司 这个保证会社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一般呢就是针对 给一个业主一个保障的一个公司来的 加军区这个保证会社呢 就是对业主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呢 比方说你的租客不给房租的话 那个保证公司先为给你补上的 所以呢 保证公司是有这个义务去对 租客进行审查 但是呢 有很多朋友就说 我们 就是 刚刚过来日本 然后呢 就是留学签证或者是呢 三个同学一起 想租一个房子 想租一个屋子 就是大家可以 分摊一个租金的 那种 房子 可不可以呢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这个物件是不可以的 基本来说在日本呢 这种sharehouse的 形式的话呢 保证公司是非常非常难通过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责任问题吗 就是如果没交租的话呢 那怎么把那个租金 收起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那个问题来的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呢 保证公司 都是会接受那种 比方说是家族啊 或者是一个家 家庭呢 这种的话呢 如果你有足够的 收入的话呢 基本来说都可以通过的 如果有其他问题 或者是疑问的话呢 欢迎 留言给我们讨论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快勤 楼中产 快勤看访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